那我男高的點是甚麼 對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 一直要找我聊天的人 我可能會覺得他很難相處 所以一般人沒法效仿 晚上吃一吃吧 沒事 我吃了是不是 欸 兩千塊啊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的人都要兩千塊 加個零就OK 哈囉大家好 我是Ber 大家好 男子仙女Gina 我的男友媽咪 閨蜜 好 我沒有拍一支影片 就是誰最了解我 大家一定很喜歡 我知道 我收集了一些關於網友的QA 因為非常非常多 只要我媽咪出現啊 甚至是我跟Gina的媽媽相處 我跟男子的媽媽相處 就是大家覺得為什麼 所有人都可以這麼的融為一體 所以這個時候來跟大家回答 一些你們的問題跟想法 好 直接來吧 Let's go 網友提問 想問仙女 怎麼願意跟Gina相處 她是緊張的 怎麼願意 因為有些媽媽可能她覺得 我幹嘛跟小朋友相處 也當作是我的小孩 這樣子一起對待 Yeah 當作 Yeah 1 2 3 Yeah 那妳為什麼願意 因為這樣我可以變年輕啊 所以這是妳保持青春的方法 對啊 我就覺得跟他們這樣在一起 就會好年輕 第二題的網友是問 Gina跟男子都用什麼方式跟仙女相處 覺得仙女是一個怎麼樣的媽媽 因為平常可能下一代的人跟長輩相處 可能會有一些隔閡 我覺得首先因為仙女很不像一般的長輩 所以一般人沒法效仿 他怎麼回答 是嗎 我覺得就像仙女講 他就把我們當小孩看了 所以就其實沒有什麼不好相處的人 但我覺得重點也不在他欸 像他媽媽跟他媽媽跟我們彼此 就連他媽媽對他也很像他對我們所有人這樣子 對 我覺得比較是 為什麼啊 他還在思考就是沒有用 我就是用我怎麼跟我媽相處 就怎麼跟你相處 因為我們三個人對媽媽相處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你媽相處 就是本來就相處不來 自己的媽媽都沒辦法聊起來 你怎麼可能讓你隔壁的人 你怎麼可能跟你朋友媽媽聊起來 因為他跟他媽媽也都是很close啊 對 很閨蜜 他剛剛這樣欸 他們都很close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說 你有一段時間是在國外 很長一段時間 這樣子怎麼再保持這麼好的close 他close 可是我反而覺得因為有那段距離 反而會讓我們更close 更能 聽英文沒關係 更close 就是先把自己跟自己媽媽的關係 真的像朋友一樣 然後我覺得自然而然 你媽媽也會很想要跟你的朋友們 甚至是男朋友們打在一片 我發現有一題想加穩 蠻多家長是不管小孩長多大 他可能都還會管小孩 我覺得小孩子不想要跟父母相處的原因 已經是這一個 所以想要請問仙女小孩長這麼大 你會不會覺得說 有些自己看不慣或什麼 然後你平常跟他有箱子 就會想要念一下 或是說你都怎麼看待這些 你知道要講什麼嗎 你說 我覺得重要是要有距離 就不能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就會一直念啊 你也會念我啊 我也會念他 他們也喔 我也會 我媽很愛念我啊 我們都會念啊 對啊 然後我們又覺得很煩啊 他念我我也覺得超煩的 但我覺得有點美的距離 沒錯 你是要有一點 有一點距離 因為不常在一起 你會珍惜當下 你都不想說把那個衝突啦 或不舒服放在當下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 有一段時間我放了下 是覺得說小孩子大了 不需要再這麼這麼的 把心放在他們那邊 一定要教他們 一定要怎樣怎樣 照著你的方式去做 我覺得不需要 這樣子你跟孩子相處起來 才會開心快樂 四位相處的時候 誰最難搞 一二三 你快點好不好 是不是我很搞搞 你會 你是誰 你是誰 他們有難搞的人啊 他們很難搞 可能喔 那可能吧 沒有喔我只這個囉 因為我不用很常跟他相處啊 那我們兩個 你一定要相處咧 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是不會 那我難搞的點是什麼 呃 所以有幾年可以講 我們兩個都是一個很有足見的人 自我意識很強 針對這一點其實就已經很常 會奇異的成績 因為我有我的想法 他有他的想法 他也想尊重我 我也想尊重他 但是就不太可能 他有時候工作忙起來 就是很在自己的世界 這是一件好事 值得稱讚 但是你在他身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點難去 這應該很有共鳴吧 喔很有共鳴 喔我非常有共鳴 可以用這個人的舉例嗎 對啊 反正就要來下一個月 然後他就會工作 一直媽媽媽媽媽媽媽 一直在把自己的行程延後延後 然後到最後要去幫他一起追館 或者是去配合他的 其實是下一個月要跟他一起付約的人 或者是要帶他去下一個月的人 因為我也有其他事情要做 但是我想要配合 所以這是一個好事 但是就是比較難搞一點點 嗯 那你反講一個嗎 對啊反講一個 就他就太理性 因為我是很感性的人 他什麼事情都要獎勵 他什麼事情都是要惡理 可是你就沒有必要 大家相處就是要用感情 然後要裝傻這樣 裝傻 對嗎 對啊 仙女跟Gina 第一眼見到男子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怎麼又是單眼皮 喔就是他的菜 因為我的菜 嗯 那相處到現在 覺得怎麼樣 這個可能我不在了 你在那邊嗎 哈哈哈哈哈哈 講越具體的吧 這個不會不空具體嗎 這個是越帥嗎 也不是吧 很體貼 然後面面俱到 都可以照顧到別人的心 很有禮貌的一個男孩子 他的歷任很少 可以有自己的事業 上進心企圖心 就這一塊也很強 同時很take care他這一塊也很強 就雙方面都可以抱 通常會有一者突出 譬如說他自己事業很長很忙 那他可能就不會很照顧他 那如果生活上很照顧他 可能他就沒有時間 自己的事業很完整 然後就blah blah blah 就有一就沒有二 那他是兩個都有 男子很兼具 喔~~ 是吧 欸 欸 2千塊啊 沒關係 我們是問的日後2千塊 加個零就OK 看閨蜜的男友 或是跟女友閨蜜相處 有什麼 怎麼樣保持好關係 但又可以保持那個界限 我跟Gina其实在相处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她不在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各做各的 可以坐在一个办公桌上面 坐五个小时 她坐她都不坐 我们就是不会 突然想到讲什么就讲一连句这样 但也不会尴尬 不会尴尬 对啊 那有什么可以保持好关系 可是又不尴尬的倔强 我们两个本来就很清楚 对方的个性跟界限在哪里 对 如果她今天是一个 一直要找我聊天的人 我可能会觉得她很难相处 但我觉得你可以分享 就一开始其实她觉得她没有很好相处 Gina觉得她太认真 觉得在她旁边压力很大 可是这一点同时 这就是她很贴心啊 比如说她会丢着大家 然后先跑着去停车场缴费 我就觉得好贴心很暖男 然后我们慢慢走 然后车已经开好了 她觉得她为了大家想 她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就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一起走去聊天 我们可以等 哦 你是一个比较chill的人 对 我就是一个软爛的人 然后你就可能想要问大家准备好 就是以后有需要磨合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刻意 想请问对 怎么样呢 把不同生活圈的人 像Gina 仙女跟男子 拉在一起 然后不用拉 我们自己就聊起来了 我觉得就是 你不能只是想 比如说你吃饭 不要有一个界限说 哦 我跟我闺蜜的局 我男友不要参加 就反正说 我妈在台北 欸 你问我有没有空 欸 约你妈一起来 那你带你妈一起 我可能很喜欢很多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很常 一年会约一两次那种大团 十几人出游啊 去宜兰啊 去哪里那种 我会觉得他们这样互相串在一起 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五年后的19er更会变成什么样的品牌 国际品牌 仙女仙 我觉得他们在台湾布局更稳了之后 往国外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步骤 我觉得五年之后可能台湾有个二三十家美式 台北就来个五家 然后台中再来个十家 高雄我来顾啊 全世界也就三十到四十个国家有反售吧 就透过代理商或尖销商 就这样的一个版图 加油 对各位来说 人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就拿到睡着了 他了解我 没有 他的定义就是他不会想这个问题 但你硬要讲 这问题就在你面前了 什么东西 人生成功的定义 人生成功的定义就是 我觉得我的人生 我现在没有讨厌我目前的人生 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我不抱怨 不后悔 我的人生 就成功人生 我尽力了 太熟了 太熟了 就是把我的子女教养好 然后他们目前也都很成功 我真的目前处于在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的时候 我觉得成功就是 你在过你喜欢的生活 但不用为了 不用为了不懂你这样 对 我觉得成功呢就是 像现在这样子 像我讲的一样啦 有爱的人在旁边 然后 大家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然后在做喜爱做事情 我的爸爸妈妈 小时候长大的环境 都不是非常 从小看 没有没有 真的 都不是非常有我 然后他们的上一辈 又更不有我 对我来说 有成就 比较是我可以 比我爸爸跟我妈妈 给我的照顾 跟给我的一个生长环境 过得更好 然后把这个 可能成2 带给我的下一代 最后一题了 然后我们最后一题 还是要请大家写一下白贝 好 下一趟 全体旅游的话 你们想要去哪里 大家我妹妈 要 啊 可是母不能坐很久的飞机 小六会来吗 对 可以 就全家旅游就对了 对 1 2 3 这很累 这怎么怎么可能啊 不是啦 就跟他就好了吧 看极光很浪漫耶 为什么要写日本 日本 穿和服啊 然后我去越南一个 越南一个 哦 你去越南也可以穿越式服装啊 那你要每个人都穿得下啊 他都水蛇腰耶 不用腿 下可了吗 好以上就没有啊 对 好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集的Q&A 好像没几题耶 有了很多了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集 看谁最了解我 你们还没看到 可以channel影片 我们可以channel影片 拜拜 拜拜 你要接吗 嗯 要 好你接 不好意思啊 喂 你不能躲在这边 你不能躲在这边 嘿 蹲下 啊妈咪你一直滴滴头 你等一下越遮 大家会越看 我好怕难 这样遮两百年 看你这样要多瘦 他跟小苹果很close嘛 那他跟母很close 那我呢 我跟你很close啊